歡迎收看媽媽好賢 做事就快事 老婆秒崩潰 老婆實能怎麼救 好美喔 有難見有律地 老公你幫我拍一下 他就給我一張張照片 我幫他拍是富裕公園 他幫我拍是垃圾眼淚 我要證明我的技術 再低一點 我就知道我了 我把一整鍋衣服洗成紅色 完蛋了 你就把這樣子一起丟進衣機 上鍋顏色都會在上面 教他怎麼釣魚座給他一根好釣感 對啊 拍照片醜八怪 家事做不好 這樣的老公還有救嗎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和兩位老公代表 探討拯救失能老公的絕招 到底該如何把老公調教成神隊友 育夫講座 開始上課 在我們節目中常常就是說 老公不幫忙 老公不幫忙 老公都是四個豬隊友 是 可是我要說 老公就算幫忙了 這事情也常發生 因為你們沒有心 對 沒有心這三個人是太嚴重了 我先問問大家 你們覺得他們幫忙 故意沒做好是故意的 還是他們有認真做是沒做好 就是故意的請舉手 夫眼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夫眼 你們這個指控太傷眼了 他就是故意沒做好 下次你就不能這樣做 就不會這樣做 對 像我們今天來賓 這麼負責任的爸爸 他們會故意做不好嗎 會 你會 你講瘦 阿松你就算 你講克帆 你講 你會 他不敢講 不是啦 你們就不可以 一直指控 因為我們是 對不對 心意是很重要 對 人都有擅長跟不擅長的事 我覺得克帆都講了有道理 對 其實這樣每個人都有擅長的事 對 譬如說你公公如果找你去打籃球 對不對 我退啊 我公公如果找我打籃球 我也去啊 他公公不會找他 他公公缺一顆球就找他 他可以投降 好 不過我們今天要談很多 就是可能老公真的不太擅長的事情 對 然後就是做了 很努力做了還是被嫌這樣 譬如說拍照 拍照 很多 真的 這有一點困難喔 拍照 老公真的是幫到忙 我們拍他的時候 都是這樣 又高又帥 對 他拍我們就是 又啊 又怕 到底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拍你是高又帥 你拍我變 八怪 好的厲害 不是普通的 我跟你講 把我們本來沒有的拍出來 你拍到只有啦 你是指標方面 什麼叫沒有的拍出來 對 這有點意思 本來胸部 先不曉他把你拍大也有錯 不是 我這個APP厲害了 哪有下載 我不誇張 因為我老公是那種 專門不喜歡用那種APP 去拍照的人 他就直接就是開那個相機 然後拍的同時 他自己還自拍喔 我通常都會躲後面一點 所以看起來我們臉會比較小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 我沒眼袋也會被他拍成有眼袋 這樣隨手拍的圖 我的整個眼袋會拍出來 不是 為什麼你這張 會那麼驚訝的表情啊 因為他就是 他就在我還沒準備好 就說來 然後我就 然後就 完全就是一個神 這沒有不準備 就不滿有準備 你真的還滿驚訝的表情 對 就還沒有找到鏡頭 對 然後就是這個 然後給我頭髮整一下的時間 都沒有 他就拍了 他可以把 我覺得還滿可憐 他就變成亂入秀 你是亂入的耶 然後每家一起出去拍 他也不給我坐一下 就是手背啊 等一下 這個中間是你喔 對 看不出來 最逗的是 因為我現在有 因為我社群網站不是很會玩 可是還是有粉絲專業 然後我現在就會說 我幫你衝了很多粉絲 你要常常PO啊 要打卡 我說對 好 那你現在先幫我拍完 回去把照片傳給我 我就來打卡 然後回去 每一張都是這樣 都不能用 都不能用 根本就不用打了 然後到最後我就說 這怎麼打 你那拍成這個鬼樣子 我要怎麼打 你還OK 可是心童的老公 是大名鼎鼎的導演 導演 導演不會拍這怎麼說得過去 對 像老公是導演 他 我就自己覺得 他對那個畫面的構成 他應該是OK的 對不對 殊不知 什麼可能 我前一陣子拍他一檔戲 因為我很久沒有拍戲了 就多在於我們的高塔公主 對...高塔公主 對 我媽媽是愛的一齣 對 然後 我想說我很久沒有拍戲了 然後也沒有帶助理 可是我就想要記錄一些 在現場拍戲的照片 可以PoFB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就跟他講說 你也不用太忙 就照 OK 對 照Monitor 那攝影師都已經喬好 自己位子 然後照Monitor就好了 就可以把照片給我 然後拍了三四個月下來 有一天我就跟他講說 你照片給我 我要來Po那個FB了 殊不知每一張都是 眼歪嘴斜 每一張都是那種夜叉照 真的超可怕的 我覺得他故意的耶 是什麼 對 你看什麼 你都在查了 這我到底要Po什麼 對 你看什麼 好抱歉 真的 你好抱歉 你整齣戲台詞很多 一直找不到安靜的時刻 阿大廷就有講話 總共大概有四五十張 全部都是這種 我沒有一張可以Po 真的很準耶 對 到最後之後 那個硬著頭皮去跟我們劇照師 你知道連男女主角都沒有去 跟劇照師要劇照 我要硬著頭皮去跟劇照師 要劇照說 真的耶 而且昨天昨天在罵人的時候 對 然後有的時候 我們不是穿著美美的嗎 然後都會希望老公幫我們 拍一張全身照 然後那種身材比例很好 我就會 因為我知道她拍照有這種習慣 我就會跟她講說 一定要頭跟腳都有拍到喔 有膠帶 頭跟腳 對 所以要拍進去 才是全身照 OK... 然後她自己拍還會怕你 怕你嫌她拍得不好 她一邊拍一邊摸摸 在那邊摸摸說 妳的腿那麼強 身材那麼好 妳簡直就是少女啊 結果妳照片一拿來一看 就是腳都給妳卡掉 不是... 剛剛講頭到腳 腳不見了 就是腳不見 怎麼會叫全身照片 腳在另外一個檔案 頭在那裡 頭在那裡 對 腳在FIFA 腳在FIFA 白眼翻上天 腳不見那個身材比例就會不好 對不對 然後又被卡腳 怎麼會是好照片 所以我真的每次都是覺得 我快要崩潰 而且這種才 你會不會像我這種 拍的照也就算 像你們身材好好的 被拍的那種真的很悶 每一張都是白白胖胖啊 對 那白白胖胖胖 我不和妳說 導演 重點是導演 重點是導演 對 妳老公是演員之主持 他自己一定很常拍照 要知道拍照的化妝吧 對 可是因為我 我拍照講求情境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小孩 我們就互相 比如說我幫妳留下親子照 然後妳幫我留下親子照 對不對 然後我就會幫他留下比較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比較有故事意境 然後比較有一些溫情的東西 在裡面 就比如說我之前幫他拍一張 就是我們去看飛機 帶女友去追飛機 這個很美 你看小孩坐在爸爸的肩頭 然後指著飛機 然後小孩的身體 而且妳有看到後面還有透光 對 等一下可以幫我拍照嗎 對 而且你知道這張照片 在他私人臉書頁面 有兩百多個讚跟 當然 沒有十幾個意思 他太好了 天然夜色意思 好像孔流喔 他那個 他那個樣子 真的很可怕 然後結果他拍我 有一次我們就出國 然後在飛機上 然後他就說 起飛前我們來照張相吧 找 照張照我看 妳看看 我的肚子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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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腰內肉 腰內肉的肚子 對 湘涵妳 那肚子 不知道他本人很瘦耶 這個拍起來 你這個肚子不會輸我耶 還是輸我 然後我就跟他說 天啊 你怎麼拍成這樣 這樣我要怎麼用 他說 你不覺得這樣拍得很好嗎 你看 他把小豬綁安全帶耶 就是女兒 小豬綁安全帶 女兒把他的小豬 綁了一個安全帶 就感覺你肚子還有一個 對 然後我就說 已經有小豬了 對 真的 有肚子耶 對 對 我突然覺得你變心切了 謝謝你 只要這樣看完全不覺得 對啊 素素的 是不是長這樣 你老公 他也不跟我說 你坐挺一點 或是怎麼樣 就是也不講 他有拍就好 可是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真的很容易 抱怨老公 不知道他到底是有心 還是五星幫我們拍得這樣子 又胖又醜 你覺得老公 是不是真的都是故意的 你們覺得 怎麼可能 我們也很想 我們拍的對象是 無死角美女 是怪我們的意思喔 你是說我們是 無死角美女嗎 就是上下左右前後 怎麼拍都美 左上 怎麼拍都美 對 我們不曉得是 你們比較在意的是 不想被拍出來的東西 你懂我嗎 像我一次 有一個朋友錄音室開幕 然後我就幫我老婆拍 來 請看第一張照片 這個 她覺得很好對不對 為什麼他們兩個有一點 扶妻臉 不是我覺得嗎 但這是問題所在 我跟你講 不是 我相信 你把你老婆拍了 我相信你老婆拍了 而且頭看起來好凸喔 對啊 你老婆 拍胖了 你知道我死在哪裡嗎 手臂 對 手臂 因為你側身 女生都滿在意手臂 對啊 真的嗎 真的 我要證明我的技術 你要拍什麼 拍你 現在嗎 心靈點你確定嗎 你確定是拍我嗎 對 我已經知道不OK了 我看你這樣我就知道不OK 再低一點 再低一點 就不OK了 要跪下去 我不OK了 這樣很不OK 真的 真的 我就是丈母娘 有那麼爛嗎 我就是丈母娘 什麼 真的 我本身就 你怎麼會拿 從肚子這邊拍上來呢 這是一種 拍好拍攬的概念 你看你整個在螢幕的二番機 多開心 不對 你光橫刃拿就不對 我發現他在哪兒 他在哪兒 他在哪兒 對 我覺得男生就是覺得 有拍就好 對 可是克帆哥我覺得他就是那種 從小偶像出生 他都不覺得別人的 他都不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他都覺得是別人的問題 是別人的問題 你會說 長這樣 我是很替別人想 那我長什麼樣子 沒有 就是你應該會對拍照 比較替人找想的 非常溫柔難 我跟你說 我們真的是百分之百的暖男 我很會拍照 真的嗎 真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幫我老婆拍 我有數一二三喔 OK... 但是很奇怪 老婆每次要拍出來的照片 都長這樣 妳看那個眼睛 OK 在閉 她眼睛閉起來 真的耶 妳看她眼睛都閉起來 我喊到睡了之後 她就閉眼睛了 而且她一直罵我說 妳為什麼可以拍成這樣 我說前面是犀牛 犀牛跟你那麼近 這麼珍貴的照片 要跨一點對不對 而且我說我要拍了 我要拍1 2 3 咔嚓 當然是閉眼睛 有人會嘴巴一開的時候 眼睛就閉 對 真的嗎 對 她會這樣 然後張眼睛又不會笑 原來是這樣 其實說真的 你看 連我女兒 我拍我自己 或拍我老婆跟我拍 不是 你為什麼要笑 我手上有東西的時候拍 對 而且這就是她 正在吃得開心 你叫她回眸 對 然後她不想拍 然後你在那邊拿東西 不是很迫向 不會 我覺得妳看女兒也遺傳 她現在對她眼睛當大 然後嘴巴就沒笑 妳該也會生氣吧 她很生氣啊 她動不動就跟我說 妳把我刪掉 可是事實上問題是 我已經給妳秒數了 而且她還嫌說 我是不是我數太長 1 2 3 我說那不然妳就到3的時候 再張開眼睛 還有半秒可以吧 對 然後她就拍成這樣 但你身為國內那個 旅遊節目 神主牌的節目的製作人 對啊 你把照片拍成這樣 我手機啊 你們要自製演員 要自導演 要自製作人 如果你們都拍成這樣 我們就舒坦多了 對 我們就原來老公 對 對 夠主 對 夠主 對 你暖男喔 我暖男 你暖男喔 來 來 1 2 3 你數太久了啦 對 我覺得她數太久了 看起來沒有射手 好很多 是不是 對 好很多 有 有沒有 真的有好多 有 我下面有好多了 大概就是幾個這種角度的重點 對 你說從這個角度 下巴會比較小 對 如果她拍那種腿長的 就是趴在地上拍 你看她懂耶 你懂 你先走 有個訓練過嗎 阿松拍一定大家腿都比較長 當然 因為我的角度低一點 一定怕有人拿到拍照手機 是這樣子在拍的 但是其實大家都算是在網路上 都有一片天地 也算是網美 其實拍照好像都有一些 自己的妹妹咬咬對不對 一定有 一些特殊的技巧 很要很要 都要慢慢摸出來 老公抓不到 像我老公她以前 我們在交往的時候 她都會跟我愛憲說 她每次出去派對 她都是那些 她就說拍得多棒多棒 女生都喜歡來找我拍照 後來我當上部落客以後 我就常常需要她來幫我 拍一些那些穿搭照片 是 結果我們就常常每次 每一次拍都一定會大吵架 因為我本身本人 很高 但是她都會把我拍成150公分 然後又會胖個那10公斤 真的 我還好 不尷尬 真的 這樣只有一張 真的 這樣只有一張 應該是六四身材吧 我哪知道她 而且身體是六 對 她是站在哪裡拍 而且這個腿真的很短 很短 她就說她 因為她很在意構圖 或者是我在照片的 什麼什麼角落 我的角度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我就是要我漂亮 我不管 我不管後面背景 我不管我在照片的哪裡的角度 我可以自己再去柴 對 但是我要我的肚子 你要幫我看一下 然後我的那個高度 我一定要把我拉上來 對 然後她每一次拍到我 到最後檢查那個相機都說 不行 我就臉都臭了 說重拍 然後她一定會跟我說 她很被拔走我覺得 可以把妳拍短 對 可是她要不然就是 她偶爾會突然幫我拍到一些 真的時刻還不錯的 好棒 然後就一定是糊的 那一張永遠都會是不提出 這個呢 那一張腿長了 那一張是腿長 很美耶 那一張我跟我小朋友完全 我就不能PO 因為那一張其實放大看 是非常糊的 沒有對焦 沒有對焦 真的 真的 有 不行 不行 所以你這張可以超美 這才都沒的樣子 在那個帽子上 你要不要買一支 但是不能用 那個 拍照速度再快一點的手機給她 然後防手震就不會糊啦 而且她這張 她這張有大光圈 她這張是用低著的 低角度 後來被我訓練 我就說妳要蹲下來 妳要蹲下來 她就會臭臉的蹲下來 然後可能就是氣到發抖 所以就沒有對焦 好不容易腿那麼長 可是我老公也是會說 我就是 妳就長這樣 然後我要做什麼 那種真的超生氣 那我每次都跟我 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說那妳真的 對我一定是真愛 很敢講 有一次 我也有一次是差不多類似 我帶我女兒 因為她要學那個滑步車 然後我就帶她去一個公園 然後那個公園是那種就是 垃圾掩埋場 做的那個富裕公園 現在都放得很漂亮 對 然後很漂亮 有很大塊的草地 然後我就先幫我老公拍 她帶我女兒就是 就是教我女兒滑步車的照片 你們看 好美喔 這邊有綠地 這個構圖很漂亮 而且還水平很漂亮 對 臉是臉 腿是腿 對 然後金子惡陶陶 對 而且妳看後面還有三座底 那影子都好迷人喔 對 對 很漂亮 就是很漂亮的一個草原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那我跟我老公換手 因為就是她膠臉了 因為她要這樣蹲 然後我們就說 那我換手 老公你幫我拍一下 她就給我一張這樣的照片 感覺像在庚田耶 對 好像在前面喔 姿勢完全不對 然後後面其實還有一個 很奇怪的亂停的車子 然後那個角就是 小孩也很見 走路 那拍照的角度真的很奇怪耶 照片 人行到亂拍的那種感覺 是同一塊的 這張看起來很像活影人者 小孩在那邊 聽上一個綠色的 然後女生在這個草原中 沒有 我不會喜歡看 活影人者的 這個差太多 同一塊草原 同一個地方 真的差很多耶 同一個地方 對 同一個地方 好扯喔 我幫她拍是 浮育公園 她幫我拍是 這真的有差耶 真的喔 對 所以我們來看看 到底你們平常覺得老公 應該怎麼樣好好的拍照 我們直接訓練老公好了 好不好 好 直接 高度有 直接 克帆哥 我嗎 對 因為我覺得她是一個 傲嬌的小孩 剛剛是她沒有講過了啦 就是她 妳要力氣 力氣 力氣 對 我真的找一個腿長 美珍好了 美珍 她真的腿很長喔 腿長很高喔 腿長很高 好美喔 我請問一下 這位模特兒您幾公分 一百七十五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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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拍成一五五五 那就厲害了 我老公也很厲害啊 我老公 我跟我老公出去 妳穿得高一點 只有在她肩膀而已 我跟我老公出去的時候 他幫我拍的不是臉黑掉 就是我明明是三七對不對 上面是三 下面是七 沒有 超過了 沒有到三七 我老公都幫我拍十五五 你看這一張 就是我們在泰國一個 很有名的什麼 反映的觀光的地方 然後就說 就是他好漂亮 想跟他合照 結果拍完臉是黑的 而且他們都卡腳耶 為什麼 對啊 然後這個 這真的好五五喔 拍的是不是五五 我真的沒有那麼高 而且也不知道在拍什麼 看不出來 妳有175 妳先示範一張 我 還是我先拍 妳看我媽老公拍的 妳看嗎 肩子肩 腰是腰鬼似的 對 鋼鐵人 是不是 妳先拍他好了 三個 一個一個一個 對 用後面那個當背景 一定要全身是不是 一定要 一定要全身嗎 要 腰筋就對了 要脫髮 拋開偶像 拖出去 幹嘛 幹嘛跟你怎麼有一種 偷拍照的感覺 沒有 因為他那裙子 不是那個寬寬裙 七三 這根本就是二八了吧 沒關係 黃醫師 黃醫師 該你 拍照是 妳啦 妳先 我先是 他壓軸 來喔 我們的模特兒真的 一 二 要把美珍拍不好 真的很難喔 三 對 因為他沒有什麼死角 他怎麼拍那個 對啊 他沒有死角 然後這個又修得不錯 對 怎麼弄 他剛剛是這樣 對啊 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我們的模特太好了 黃醫師 這個攸關著黃醫師 接下來那麼麻煩 要馬兒好 一定要馬兒 要給馬兒吃草是不是 是不是 我說真的 這個如果膝蓋不夠好 也不能拍這種照片 我跟你講 你等一下去擺同一個姿勢 不行 不行 沒有那麼急喔 到底是醫師還是攝影師啊 黃醫師 黃醫師不用 不要再壓力起來 不要再壓力 不要再壓力 我覺得我輸了 不要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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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久 要多久 這樣結束了 不要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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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分鐘了 其實應該要用他們自己的手機拍 我會說 會更使用 我覺得 我會看一下 可是每個手機內建的那個 對 每個人拍都不一樣 好 我現在給大家看 客飯車 但是他拍到天花板是黑的 他地流帳那麼多是正確的 我會不懂 我剛剛沒出現到 我覺得客飯那個 阿公拍的 對 阿公拍的也不錯 地都沒有流那麼多 我盡量把地藏 可是阿公把放在旁邊 對 他應該站這裡 他剛剛剛好站在這裡 對 又閉不掉第一次 黃醫師拍的 誰要移動 我不知道他 黃醫師拍的 其實都不錯 誰拍的 阿公拍的 其實都不錯 其實都還好過 我覺得是模特兒的關係 對 模特兒 可是田寶你會教我們 就是一般像我們這樣子 他是很先出來 好 比如說像剛剛 有沒有什麼姿勢 我們一定要 譬如說一定要攻腳背 或什麼之類 他很會 因為他的腳其實是往前 就是我們拍照的時候 如果你手是這樣壓著的話 就不行 手臂一定出 對 手壓著 手臂一定出 手臂一定出 所以你的手是要有一點 自然的放輕鬆 要學一下 自然的放輕鬆 然後你的腳 腳應該是要往前面一點點 稍微有一點點交叉 但不是交叉 然後 這樣腳就會看起來比較長 所以這個網美一定要 手一定要放輕鬆 這種以前都叫楊玲 最好是擋下肚子 楊玲扇 那你可以拍一張阿松給我看嗎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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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難了 等一下 我想挑戰一下 來 想要貼的 想要貼的 挑戰一下美生跟阿松在一起 然後不要有太大的落差 好 可以嗎 太難了 來 我OK的 HAPPY一輩子 我要把腳伸更出去 黃醫師 我幹嘛救你 真的嗎 你前面一點 好 可以嗎 好 好聰明喔 你好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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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真的嗎 OK 好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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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強了 對 好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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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吧 感恩 不錯 很厲害 阿中 180 有嗎 有嗎 好聰明 好聰明 太強了 太強 我們真的很強 謝謝 謝謝你 你媽很厲害 一般女生拍照要越往後越好 你是要越往前越好 當然 而且真的臀很長 對 所以這樣的延伸真的很重要 所以以後我跟家人合照 就往前兩公尺 對不對 就是他們在巴黎 然後你在倫敦跟他們 腿超常 但是我覺得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像克帆哥 如果躺在地上拍的話 一定要注意對方的雙下巴 對 很有可能你又會被麻 對 因為剛美真沒了 就是 那天下各位老公們 對 所以就是提醒一下太太一下 對 雙下巴要探討 一天教一樣東西就好 咖啡 除了拍照這個事情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每天都會遇到的 到底是什麼 老公總是在幫倒忙呢 絕對 客帆哥 你有沒有因為這種事情 跟老婆有一點點的爭場 好 大家都知道 我老婆很喜歡煮菜 然後她早餐 中餐 晚上都是她做 真的喔 好乖喔 看她的手 她說 她一手一直放到水就會爛掉 會爛 會爛 對 因為她以前有做過 巴台的工作 所以她那個時候 就洗太多碗 所以手就爛掉 我會想說 你是不是唬爛我啊 你都不用洗澡的 真的會這樣 有些人會這樣 會這樣嗎 洗澡手不會爛掉 洗碗就會爛掉 洗澡手會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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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些化學物質比較利 對 會傷害那個皮膚 真的 真的啦 說真的幹嘛呢 我們是基於一個 旁觀者的角度 洗碗精對不對 好吧 那我們就 就變成是說我 我們有 很緊張喔 不要哽咽 就像我今天 今天今天 我有來錄媽媽好神 是 等一下不是有通告費嗎 是 通告費有拿回去 是 老公 今天不用洗碗喔 OK 只限晚餐 早餐還是要自己洗 應該的啊 為什麼晚上都要洗 他早餐 他早餐是八九個盤子 那一種 可是他煮你洗很合理啊 對啊 是 我就想一個招很賤的 什麼 我洗碗 我就不給他用那個 洗碗精 那什麼洗碗的 我用熱水燙過 洗不乾淨的 可以的 可是有些油 會油油的 殘留洗碗精 是不是更毒 你要洗乾淨啊 所以你就用熱水沖嗎 我現在覺得 我很像麵攤那個有沒有 所以我問你 你就用熱水沖是不是 就一直沖 不行吧 會洗不乾淨啊 你就用熱水一直沖 一直沖一直用那個 我買一個特殊的抹布 可以這樣 不用洗碗精的 那算有心的啦 有啦 算有心的 但是就是 他 就我每次洗完 他會怎樣你知道嗎 翻開碗的底部 檢查 看看有餐屁股 露一個什麼殘渣 OK 你懂嗎 他會檢查 可能這樣的行為 會讓人家難受 會讓人家很肚爛 對 我覺得我好像小學 小學的時候有那個 責任負責區域有沒有 然後老師會來這邊摸一下 他老大就把那個 所有的碗都往洗碗槽 只要有一個鍋 油的鍋子 碗的下面都是那個油 就沾得到處都是 對不對 我的洗的時間 又要多三倍 對 這倒是 是不是 對 對不對 那我以後我就 你不要叫我洗底 你就自己就弄好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洗碗裡面 他洗底這樣嗎 不是 就是說收的時候 不要跌的 他收的時候 碗是碗 鍋是鍋 對啦 有心的 雖然是預測 預測是他弄 我就盡量不要把它弄太髒 這個是對不對 對啦 又這樣 可是我覺得 我不能接受 因為我覺得 你既然要做這件事情做好 你就是應該要做好 像我們家爸爸是 有一次就請他說 你幫我吸塵 就家裡吸地 吸有吸塵器 我又沒有叫他趴在地上吸 也不是掃地 然後他就說 OK 好 沒問題 然後我就進去廁所 上個洗手間而已 大概不用五分鐘的時間 出來老爺已經躺在沙發上了 他吸好了 開始換手機了 我說你吸好地了 對 吸好了 我就開始一路看他 吸的地的位置 床下沒有吸 你一看到都看得到的地方 角落沒有吸 他走到的地方 門後面沒有吸 然後到最後我就說 那你根本就是 只有你走路的地方沒有吸 他只吸看得到的地方 對 他只吸他眼睛看得到 然後他甚至 後來我就問他 你到底怎麼吸 他說 我看沒有什麼髒 我就沒有吸了 難怪那麼快 所以他大垃圾就才吸 等一下 他帶到大垃圾去吸一下 你老公是對的啊 為什麼人家吸完 你要去檢查咧 沒有 你走路會走到門後面嗎 不是 你走路都靠搶走喔 不是 重點是 我後來就直接跟我老公說 我要買掃地機器人 你去買掃地機 你去買洗了 掃地機 掃地機器人 每天定時間掃得乾乾淨淨 對 就不用吵架了 不然 我永遠嫌他做不好 他就永遠 男生會覺得說 你又沒有說 對 你後面為什麼一定要吸 指令沒下清楚是不是 所以後來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解決是好方法 這樣很好啊 你看有工具可以解決的事情 你就不用再來說是老公的錯 對 沒錯 不然就太麻煩了 就像我搬家的時候 我就跟我老公說 老公我想買一台洗碗機 然後老公說 我們家裡才四個人吃飯 應該不用吧 而且那洗碗機很佔空間 幹嘛買 結果上個月呢 我們就約了一群朋友來家裡吃 一群人 你知道那個碗盤有多少 而且大概吃了一兩個小時之後 我都還沒吃 因為我都一直在準備菜 好辛苦喔 然後我想說老公 那你可以幫我進去裡面 稍微收一下 洗一下碗 那我坐下來吃飯 結果我坐下來吃 就是 老公已經吃了半個小時了 我就進去看一下我老公的情況 結果我看到他把我昨天才剛買 滿滿一罐的洗碗機 一半 一半耶 那一半我可以用一兩個月好嗎 真的耶 然後我就覺得很生氣 但是我想說朋友都在外面 也不要出去跟老公大吵 這樣沒面 然後我就轉身 馬上訂一台 洗碗機比老公可靠多了 可是我不懂為什麼男生 掃地 拖地 吸地 就是這樣滑過去就好了 咕嚕咕嚕就錯過了 對...就是這樣有滑過就好了 對不對 沒有 可是像我老公喔 他就是 他做什麼事情 他就要很認真 可是他認真是另外一種解釋 是說 像他拖地他會在那個水槽裡面 可能我們就是 就是 對 殺菌... 我不知道他是加了多少 但是我判斷 真的 因為你知道拖完 他拖完之後 那個地 拖鞋踩上去還會這樣 對 就是他發出這種聲音 黏很黏 然後反而就是有那種反效果 把那個灰塵啊什麼的 都黏上去的 太多了 然後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把我女兒搬出來 我就說 你這樣子喔 會害他生病 因為地板上反而黏了 更多的細菌跟灰塵 然後他跑一跑 光假在地板上這樣跑 他會中毒 有一天他是 我就嚇他 對 他才突然這樣驚醒說 對 這樣子會害到女兒 我發現只要把我女兒搬出來 他就大概就是 比較不傷感 而且他也比較願意 改這件事情 對 很棒啊 你們都找到解決方法 很聰明啊 手地機器人們 我覺得每一個夫妻 有的時候 其實沒有說不愛乾淨 只是說 跟方向不一樣 而且認知也不一樣 像我就一直覺得 我老婆對於 看不到的細菌 黴菌 他特別在意 所以他就是剛才主持人講的 他要把角落啊 地板的每一個邊緣啊 他就覺得那個地方藏細菌 可是像我這種 學這種感染科 我就覺得 可是我可能在意就別 譬如我在意 東西可能就是 同類的歸在一起 跟我老婆 就不是很在意這個 所以她可能就會有 譬如說這邊 本來應該是放 某一類的這個 廚房的用具 突然就會 對我就是什麼 就是在那邊 對 那他覺得 那什麼關係 就方便拿就好 對 就方便拿 然後我就是 所以我覺得 有的時候夫妻就是 你對於乾淨整潔 其實態度本來就不一樣 對啦 我老公他也是屬於 有潔癖的人 他在家裡是 他嫌我惋惜得不乾淨 他就是那種 會去看碗底下 那個油夠油 你說他健不健太近 很近喔 你是老公還是老師啊 是... 是... 我要叫老公看這一集 好可愛 那然後所以 到每次到最後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好嘛 那我來煮飯 你來洗碗 因為他洗碗 他不但要洗得很乾淨 洗乾淨我覺得是OK 但是我的習慣是 它不行 他一定要用某種 很特別的什麼...布 然後要把它擦得很乾 他才覺得這件事情是做完 那我就是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到後來我們家的 的方式就是說 那我煮飯 你洗碗 那我覺得這樣還滿好的 一開始覺得還不錯 然後有一次他就是洗... 已經超過一個小時 然後我覺得 我實在是已經等到 覺得很累 我就去洗澡 想說他在洗碗 但是因為正好那個時候 我們住的那個小套房 它不是瓦斯發熱的那種 它就是都是電 所以就整個大跳墊 然後已經... 因為已經很晚了 所以我就是滿頭的洗髮精 然後沒有熱水 然後跳墊的那個開關呢 正好是在樓下 我們家的樓下的健身房裡面 他們已經打氧了 所以我也... 就一整個晚上沒有電 然後我就滿頭的泡泡 用冷水把它沖乾之後 我還要拿著我的吹風機 跑到樓下一樓 那管理員那邊借了他 所以那個技術人家 你好 就在那邊這樣吹... 我頭髮就這麼長這麼多 所以從那件事之後 我們就決定 我也不做他 對 我滿喜歡的 他也不喜歡 我們在外面吃 就外面吃 對 要不然整個晚上就要浪費掉了 像田寶那個在外面吃 這個就是... 有點太廢氣了 外面的人習慣 一定沒有你老公那麼多氣 對啊 那我們就不會因此吵架 也是啦 就是避免吵架只好就是 那個拖地 心童那個拖地 的確是有健康危害 可是漂白水應該加是加多少 一點點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地板... 地板不需要 除非真的家裡有肠病毒 或者是那個才需要 不然就一個禮拜一次 如果你真的有潔癖的話 對 因為美國是有研究 就是天天... 都用這個漂白水的話 因為小朋友之後 生病的機率會比較高 因為太乾淨了 而且其實就醫生而言 其實現在也是 讓自己鬆一口氣 因為譬如說 像我們之前問到他就說 兩三天清理一次 其實有一點點的細菌 就讓小朋友有一點抵抗力 對 但是不是都不做 就是還是要注重親王 對... 那其實大家是不是真的覺得 老公就常常家事做不好 有沒有因為這樣 然後最後直接吵架 有一次就因為 不是有幾次 好幾次 他因為他覺得他那衣服對 我們有衣服大概就是 三四天洗衣室我們家 因為才三個人 可是他洗衣服的方式 就是整籃這樣子 直接倒進那個洗衣機 直接倒進去 直接倒進去什麼 完全沒有 沒有襪子 內衣 內褲 然後我有鋼圈的衣服 那個不行 黑的 紅的 白的 通通都丟進去 一鍋壞了... 我有一件就是法國牌子 很貴的 一個法國牌子的內衣 然後就這樣 因為他就直接丟嘛 所以他的鋼圈就有點便宜 一定會喔 那時候穿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奇怪 想說算 對 你確定是他洗的才變形的嗎 還沒 然後就是 先變形的才變形 對啊 你那一次是說走上 然後才變形的 他真的都擦出來 那個很嚴重 對 而且我說他的鋼是跑出來了 對啊 但是到外面覺得很痛 我們真的洗一次 一定就會這樣子 我覺得外面很... 我在外面覺得是 什麼痛痛的 結果去洗手間一看 他跑出來了 他整個擦到 而且就是 然後 還有 什麼 我之前就是 因為想說慶祝30歲 生死 所以我就去買了一間 日本設計師的那個揚裝 我看很久 可是它很貴 它1.5千多塊 然後呢 我老公也是 就是因為它很好看 就是... 但它就是把黑色 跟黑色的衣服 被染色了 它整個這個靈頭 全部都... 對 全部不行了 全部不行了 而且它因為它是一字靈 你如果說是這樣子 你還可以用頭髮遮一下 可以用它是一字靈 全部染色 所以就... 就是很醜 很醜 還有 還有 我去韓國的時候 我買一件白色的那種 就是一字靈的T恤 然後很好看 他愛一字靈 我很喜歡一字靈 因為我覺得我有 有鎖骨片的 鎖骨片 結果他一直給我 就是整件 他沒有洗衣袋 可是因為這種足結棉 很容易鬆 他就直接丟進去 結果整個扯到變成這樣子 這什麼東西啊 他還給紙片耳朵 然後我穿上去 也對 然後我穿上去之後 它就會直接從 對 就直接 直接露點 整件滑下來 直接滑到腰 就整件直接滑到腰 而且我第一次穿 想說硬穿 因為我很喜歡這一件 我覺得它穿起來很好 就是很清爽這樣 然後我就穿硬穿 結果還出一台被老公罵說 你穿這件太暴露了吧 這個洞怎麼那麼大 他就怕長 他這個洞真的很大 太大了 不過像是洗衣服好像 有很多洗衣服是罩門對不對 對 我要回應一下小小媽 因為像我們家爸爸 他也是洗衣服 是他的罩門 他也是就全部丟一起 就丟一起去洗 然後有一次我在國外 他就傳訊息給我說 完蛋了 一整鍋 為什麼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有一件 特別會染色的紅色的衣服 然後他就丟進去 我說那件會染色 你為什麼不然拿出來 他就說 我想說你已經洗過很多次 他應該 顏色要掉光了 所以應該不會掉了吧 後來我就想說 不行 我要幫他想一個辦法 然後我就上網找找 我就找到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就這個 是什麼 它是一張紙 一張紙 你洗衣服的時候 你就把它跟你的衣服 不管你的衣服 黑的 紅的 深的 淺的 染色 不染色 你就把這張紙 一起丟進洗衣機 然後洗 然後洗 他會洗顏色嗎 對 然後就對全部的顏色都很開心 對 他有神奇 就會在那張紙上 真的嗎 然後你這樣 你怎麼走這種東西 好神奇喔 男人救星 有點像是紅衣服 放在裡面那個箱子 對 可是他這個不會說 因為你攪一攪 攪掉嗎 不會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我也是很擔心 我想說會不會我丟下去 然後他就破掉了或什麼 對 結果沒有 他原理是什麼 他會去吸有顏色的東西 對 都會在上面 那如果說 那個會對這個衣服 離他很遠呢 對啊 是魚鍋啊 在桶子裡面 就有幾張的顏色 會在水裡面 那他之後洗出來 還是一張紙 還是會溶掉 不會 他也是一張紙 然後你的顏色就會在上面 譬如說紅色的衣服 他這個紙就變紅紅 那這一盒多少錢 太薄了 彈夠 彈夠 我覺得很仔細 那是什麼 你有分類 除了你有分類 你有時候也會有漏網之魚 對 其實會 一定會有漏網之魚 而且有的時候是 我們以為他已經不會再掉 而且你說沒有載褲型 那麼多次想說 他應該不會再掉 不會再掉 就是很難說 所以最後一張就OK啦 對 對 超明 對啊 有解決方法 對 這也是解決方法 但是阿聰好像給你 釣竿還不夠 你會害到小孩耶 對 你害到小孩耶 是這樣子的 我們也不能說害到 應該這麼說就是 我記得那是 有一次就剛好兩個 對 然後就帶去看 然後兩個小孩 下課的時間不一樣 所以先下課先帶去看 然後回來就帶另外一個去看 然後回來之後呢 對 兩個一起感冒 那最重要就是按時吃藥 對不對 對 然後兩個人就洗完澡吃完飯 然後好 來吃藥 然後就拿了一包藥 然後給哥哥吃 然後媽媽就看到 老婆就看到 我會為孩子吃藥 覺得不錯 那明天早上你要為他吃藥 我說很好 好 對 我就為了哥哥吃完他藥 然後為了妹妹吃完藥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 一樣嘻哩呼嚕弄好 他帶孩子出門了 把哥哥叫過來 開了那個藥粉 然後倒他嘴巴 他說 好吧這個藥粉跟嘴王味道不太一樣 很淡 沒錯 不太一樣 我還說不太一樣 所以我老婆在廚房聽到 味道不太一樣 就衝出來 你拿什麼給他吃 我拿起來看 這寫妹妹的名字耶 我說 不是都長藥嗎 好 我老婆就坐下來 你跟你講 這個接下來我寫名字 他就把哥哥的藥袋 裡面的藥包寫上哥哥的名字 妹妹的藥包寫上妹妹的名字 然後過了一會兒 哥哥就去穿襪子 然後妹妹就出來綁好頭髮 好 來 爸爸換爸爸為你吃藥 我就拿了有寫名字 然後撕開給妹妹吃 妹妹說 爸爸這味道也不太一樣 你寫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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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誤會了 我以為 哥哥有寫 對 妹妹有寫 我以為妹妹有寫 哥哥沒寫 因為我想說他寫的時候 是因為要告訴我 那個是妹妹的 所以就把他寫了 做大事不拘小姐 所以還是盡量 盡量就是分開 其實說我們不要 不要在那個袋子上面做記號 我們把盒子做記號 妹妹的藥盒 是紅色的蓋子 哥哥藥盒是綠色的蓋子 我懂 對 至少在放的那一剎那 就先分開放 OK 這樣就不會搞錯了 很聰明 不過今天聊了很多老公的壞話 其實發現老公好像也是 對 我們很努力耶 就是其實他們有時候有努力 可是真的就是 需要我們 臨門就是把他提醒一下 對 所以就像蕭涵剛剛講的 對 老公我們要給你釣竿喔 拜託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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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最好的回憶紀錄下 小孩啦 所以就是把小朋友 從出生到長大 可是小朋友有個歲數很高拐 就他開始知道 拍照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剛才會很開心 到初他不要拍 他就是那種 對 然後或是有一陣子啊 我的女兒是這樣 為什麼小朋友會有一段時間 那麼不愛拍照 小孩很真誠啊 他覺得這個時候 我開心就開心 我不開心就不開心 為什麼 只要你相機舉起來 就強迫我一定要開心呢 然後就覺得這件事情 久了久就很煩 這是第一個 小孩自我意識增強 第二個是 這張不好 再來一次 再一次嗎 拜託 再一次 真的太煩 小孩也是很煩 所以他以後就覺得說 這種苦拆死就要少找我 也是 但最後一種是比較大小的 那種青春期 那青春期一樣 他不只是不喜歡被拍 他也不喜歡拍整 至少我們在孩子成長過 我們能夠 還是希望能夠留一些 留一些記憶的話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 譬如說 當你的孩子 已經開始有點厭煩的時候 讓他拍我們 讓孩子練習 拍爸爸媽媽媽 他也會開始知道 原來拍照有這樣的一個樂趣 那第二個就是 媽媽拍照的時候 如果多加一些有趣的攝影技巧 像有一些APP 或有一些 這個 怎麼樣的 有冒鼻子 對 對 拍出來的畫面 好玩 給小孩看 小孩說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原來還有 拍照還不是只是 傻傻的笑而已 他可能也會 開始對拍照 沒有那麼拍子 甚至還有我自己的想法 說他可不可以幫我怎麼拍 那最後就是 我自己呢 大概青春期的時候 我媽媽呢 那就讓我去上那個攝影課 喔 反正他就想說 讓你這個 了解一下攝影師 在拍照 他的構圖是什麼樣 那這樣的話 我就對於拍照 有新一層的認識 那也許你就會比較願意說 玩出興趣 對 玩出興趣來這樣 了解 對 玩出興趣 對 玩出興趣 對 玩出興趣